歡迎回到科技新報科技試駕 這次我們收到賓士的邀請 參加這個兩天一夜的公辦試駕 第二天我們測試到的這一輛賓士EQS SUV 450 Informatic 簡稱就是EQS SUV 因為這次其實台灣就只有這個版本 那EQS SUV跟EQE SUV呢 從外觀你乍看之下會蠻像的 不過有兩個比較明確可以辨識的點 第一個就是說頭燈 頭燈這邊EQS會有三個這個眼睛 第二個呢是它這裡有一個這個鍍鉻飾條 其實這裡已經快要一點看不出來了 但是呢大概只有這兩個比較明確的差異 可以讓你在外觀一看之下 就分辨了出它是EQE還是EQS的SUV OK我們今天會幫它做一些測試 包括了在山路上面的表現 因為它的車長是5.1米 那車寬也是將近2米 再加上這個很長的軸距 還有一個超級重的車重 空車重是2800多公斤 我們很想知道它在山路上的表現會是如何 以及說在開起來如果我們稍微激烈一點的時候 會不會像一般的休旅車有這個比較明顯的晃動 側傾或是一些不穩定的感覺 甚至是它在加速的時候的表現 都是我們想要知道的一些部分 OK我們接下來就繼續帶大家看更多的細節吧 我們今天試駕了這一台EQSSUV呢 它是有選配了一些東西 那我們一一跟大家介紹一下 EQS450SUV它的標準售價是603萬起跳 那你可以看到這台白色車身 它是選配了特殊的鑽石板的漆 另外呢 21吋的多幅式氫合金輪圈 它是AMG的喔 21吋的 看到這個門把上的棕色飾條 這個是選配 那這個棕色飾條呢 它是四邊的門把還有這個中控台的這個部分 這是一起選的 後座的這個頭枕啊 這個軟軟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是一起選配的後座舒適套件的一部分 那後座的舒適套件它包含了 這個中央扶手的無線充電板 然後後座的電熱椅 後座目前的選配只有這些 那你可以看到後座地墊 這個AMG的地墊呢 是這一次EQS的標配 那它直接送了這個AMG Line 所以它有AMG的這個踏板 然後 NAPA的這個平靶跑車方向盤 還有 跑車座椅 這些東西是標配的 接下來內裝的部分呢 你看到它的方向盤 我們講過它 賓士這個世代的設計語言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那不過這一次EQSSUV呢 它是直接標配了這個 Hyper Screen 從那邊一路延伸到這裡 EQE的話就要選配才有了 那方向盤的設計也有一些是不同 因為它是用這個AMG的NAPA方向盤 握起來的手感很好之外呢 它這裡是做成四條 不過功能是一樣的 只是形式上長的不一樣而已 然後再來是它的啟動鍵呢 做到了這裡 另外因為就是說 Hyper Screen的話 它這個是一整體的嘛 所以原本 EQE SUV的這個啟動鍵 它沒辦法做到這個螢幕裡 然後還有它下面那一條 實體按鍵沒辦法做 所以它全部都做在這個地方 那這地方有好有壞 我覺得這個手感是蠻方便的 但是它就會稍微吃掉一些你的置物空間 不過它置物空間本來就是已經很大了啦 所以是還OK 那它這裡有 裡面有兩顆這個 拍得到嗎 裡面有兩個這個Type-C 充電孔 這裡也是兩個Type-C 然後底下 也有兩個Type-C 所以光是你的駕駛座旁邊 就有六顆Type-C 那EQS SUV是標配這個全景天窗 這邊是天窗的控制條 一樣是用滑動的 打開 就會整個滑過去 那它雖然是全景天窗 但是它其實中間是有一根很崗的啦 就是放那個 第二排的燈這樣子 那它也有這個遮陽簾 遮陽簾是前後開 就是從中間那一根橫桿延伸出來 這樣子 在室內就比較不會太熱 好 車燈控制 這個是後座燈 後座燈亮起來是這樣子 然後 這個是觸控式的 另外後座 第二排 也有那個閱讀燈 跟測試燈 都蠻方便的 門把的部分一樣 三個 記憶座椅 自動上鎖 門窗 跟這個 後視鏡的控制 那它這邊一樣有這個 握把的設計 開門的時候是蠻好的 那它標配也有這個 Bloomaster的音響 另外它們也當然支援 這個 杜比全景聲 Dolpi Atmos 如果你有合適的音源 尤其是 Apple Music的話 是目前它們主要合作的對象 是非常好用的 我們現在在 MBUX Hyperscreen 這邊來做一個測試 副駕駛座的這個螢幕呢 你必須要有人 坐在上面的時候 它才會出現這個 電源的符號 不然的話它就是 一支這個螢幕保護圖片 按一下就進入 這個東西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因為其實它跟 主螢幕的這個設計是一樣的 主螢幕如果說 開車的人 他現在在導航 他需要看這個螢幕 那你一樣可以在這裡 去選擇 你現在要聽的音樂 或者是 你可以在這邊 去調整座椅 調整空調 然後你可以開一些App 玩一下它內建的遊戲 或者是連上網路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這個 耳機的這個圖示 就是說 今天假設你今天 開車的人 他喜歡聽他的音樂 或者是他 在導航的時候 他沒辦法聽音樂 那你又想要聽音樂 你就可以在這邊 自己連自己的藍牙耳機 我們來看看EQSSUV的後座 它很小對不對 因為它現在是 三排 全部放在座椅的模式 這個 光是這個 旅行包的深度 就剛好滿了 那左右的話呢 是比 雨傘稍微長一點而已 所以這個狀態下 其實 你後面能放的東西 不多 不過這個第三排的座椅呢 是可以放倒的 但是要很大力 我忘記 要先把這個 要先把這個 放下去 再來 下去了 反面 好 這樣子就是 五人座的情況下的 置物空間 那這個空間就很巨大啦 你看我們這個 雨傘到這邊是 綽綽有餘 它還有一個 這個 一鍵放倒的這個 後座功能 也就是說 如果你 要把 後面的這個 置物空間 放到最大化的時候 只要這個 按鈕按一下 第二排座椅也會放倒 那你就會有一個這個 超長的平面 不過呢 它是有一點斜度的 看一下 不算是 很平 大概有一個 15度左右吧 這個斜度 那 現在倒下去的情況 要怎麼上來呢 這個 它是 要嘛你就要去後面那邊 再按那個 按鍵 要不然的話呢 它在這邊 側面有一個這個按鍵 按著 它就會上來 它會回來這個標準的位置 這個很挺對不對 好 再來是 如果你今天是要做第三排的時候 你要這個按一下 它會往前移動 然後注意第一排的駕駛座也會跟著往前移動 這樣它就會騰出第三排的上車空間 上 側 我們先把它翻起來 來 我上來了 如果說 旁邊放倒 然後這邊也放倒 前面倒下去的時候 你覺得第三排好像很OK對不對 可是你看喔 如果我們把第二排的座位拉回來的時候 你看 你看 我的這個 乘坐空間是剛好 貼著緊緊的 然後頭也是貼著 那我是179公分 所以大家可以大概的想像一下 你自己如果是做第三排是什麼感覺 我覺得165以下 應該勉強可以 但還有一個前提是 你前座的這個人 他不能把椅背弄得太斜 不然你這裡會 會有點痛苦 那我覺得賓士也蠻有趣的 就是說 第三排已經很小了對不對 他這裡因為輪拱在後面 所以他這邊還是做了一個 置物 然後充電孔有兩個 還有杯架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靠手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安全帶這樣拉下來之後 就變成是這樣子做 如果你身高不高的話 其實是還行 下車 推他 他就會前進 所以你第三排要下車的時候 第一排跟第二排的人都要先下 不然因為第一排的那個座椅 他也會往前動 他第三排就是出風口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第三排冷氣的開關 你注意聽這個聲音喔 有一個砰 按一下他就會關掉 再按一下他就會打開這樣 不過這個風還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還行 第三排也有這個 自己還有一條燈 我們來試一下賓士的輔助駕駛 有沒有辦法在這種小路上面 起動 我們現在起動了前車的地方 他如果有亮這個綠色的 表示他在跟他 他在跟他的時候 你看他處理這個煞車處理的也蠻好的 那如果他前面沒有車可以跟 輔助駕駛變成灰色的 這時候他就是根據你的 在前方紅玉燈行駛 然後你會發現說 他的這個 車道維持的燈沒有亮 因為這種一般道路的 標線有時候不太清楚 表示他沒辦法判斷那個標線 所以他現在完全是靠前面這台 馬自達帶我們走 那這個左轉當然是不行 左轉一定要我們自己來 我們前面現在有這兩台更慢的 那應該更好跟的 我們來試試看 他現在跟到前面這台白車 我們儀表板可以看得到這些輔助的燈號 那抬頭顯示器也可以看得到 輔助的燈號 可以看到綠色的車 然後時速表 都有亮起來 然後方向排跟車道的燈也都有亮起來 表示他現在的Level 2是完全在作用中 但因為這個是一般道路 而不是輔助道路 所以我們要很注意這個 各種狀況 我們找一個比較空曠的停車場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賓士EQSSUV 其實EQESUV也是有差不多的功能 他們現在這個世代的 停車輔助的畫面 包括他的環境 然後還有一些距離偵測 你看到我們的前方 他其實有一個這個卡 我們現在排路低檔 然後往前進 我們看看他會給我們什麼提示 有沒有看到 他自動調整的角度了 那你們這個視角可能看不太到 但是在抬頭顯示器這邊也會出現前方的碰撞警示 他其實四面包含都有 那現在他是前方碰撞亮起來 有沒有看到他這一條 這個就是他偵測 他前面的雷達去偵測說 有物體在他旁邊 他會去計算那個範圍是多少 當你更靠近的時候呢 他就把這個鏡頭再放大 再放大 如果我們這樣看一下 然後你看他這裡有這個前面的圖案 他可以有這個讓你看得更清楚 那黃色代表的是我們的輪胎的軌跡 我如果往右轉他就會這樣轉 往左轉會這樣轉 紅色的呢就是我們的保險桿 你看到這個地方就是說保險桿 你的車頭已經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你還要再前進嗎 就看你囉 我們現在倒車 排路倒車檔他一樣 他一樣 這邊有碰撞警示 然後同時顯示他的後面的狀況 然後同時顯示他的後面的狀況 好對 我覺得這個設計 對我個人來說我非常喜歡 因為其實我對環景的這個功能 我有一點 常常掌握不好那個距離 我不知道人老了還是怎樣 環景在搭配這個倒車影像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更好控制 更好掌握這個現場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倒退到這裡 靠近他的之後 會發出那個警示聲 會吧 對 風鳴器 煞車踩下去他就不會叫了 排路低檔 前 這大概就是 賓士這一代的 停車輔助系統 我們來 檢驗一下賓士 新車的 停車輔助功能 我們點按這個按鈕之後 按下停車輔助 接下來他會請我們 緩慢的前進 尋找車位 這車位很多齁 而且空間也蠻多的 好現在找到第一個 是剛剛有兩台車 夾住的 一定要你 停一個沒人的 看看有沒有辦法 這個總是沒人的了吧 這個 停發感覺很不妙 我現在是腳放在煞車踏板上 看他表演 他到底不是要聽哪一個 先生你停這一個格子 用了五個格子了吧 好,真的停進來了 好,結束,表示他停好了 因為我們當時是用輔助停車進來 所以他可以用輔助停車開出去 好,你要開左邊還有右邊 我們要開這邊 放開煞車 放開煞車出去 你就一定要這樣轉 一定要吃一堆空間就對了 有空間就要吃 後面還有別人 我們前後會夾擠 我們前後會夾擠 來到這個很夢幻的隧道 有沒有一種神隱少女的感覺 有沒有一種神隱少女的感覺 打開一下 EQS內環倉氛氛圍燈的效果 然後如果雖然這邊稍微加速的時候 他那個燈光也會有給出一點反應 在這種隧道裡面 我們介紹了這麼多EQS SUV的一些功能 還有他的一些性能上的表現之後呢 還是得要來講一下一些缺點 當然他可能有很適合的客戶 但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呢 有幾個缺點還是存在的 第一個我個人是覺得 以轉換到電動車來說 我還是會蠻喜歡有 單踏板的這種駕駛模式 因為他確實可以讓你省力很多 也方便很多 這是完全是主觀的 有些你不喜歡單踏板 你本來就對那沒興趣 那對你來說這個完全就不是問題 第二點就是說我覺得 我覺得冰式在車子裡面的一些細節方面當然做得很好 然後比如說這種皮質的啊 或者是布面啊 真皮的這些材質的表現我覺得都非常好 不過呢一些結構面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好像 不知道是因為原本的一些傳統或是什麼的 比如說像我們說這個手機放的位置 比如說現代人開車 開車不能用手機 這個沒有問題 問題是你總會需要說 當你停在路邊 要接電話 要查東西 或者是你 開到一半的時候 你當然不能拿 但是也許你可以瞄一眼說 現在可能有什麼訊息來 是不是重要的訊息 那現在他的這個電話的位置變成說 你如果 沒有連到車機的螢幕上面的話 你會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至少你手機在這裡是可以看到他的螢幕 那你跳出來知道說是誰傳的 那你可能就大概可以分辨一下說 輕重還擊 我是覺得 應該是要把手機設計一個它比較好放 然後充電板 會對現代的駕駛人來說比較友善一點 另外我們有發現一些小細節的問題就是說 像後座的中央扶手的這個杯架 它可能就是 就是共用鍵嘛 所以以前就一直這樣 所以他們現在 也還沒有心力去改到那個部分 我覺得那個東西蠻需要改的 因為 這樣子按下去 然後它又不乾脆的彈出來 那彈一半的那個功能 其實根本就沒辦法用 我覺得就有點可惜 同理車兩邊的這個燈車踏板 外觀上是好看 可是實際上我覺得有一點 反而會有點 卡 其實我可以直接下車 我根本不要踩到那個燈車踏板 而且它甚至有時候有點妨礙我下車 因為我們得要踏得更遠一點 再來一點就是說 許多這個純電平台的電動車呢 都會有這個前行李箱 那賓士的就是沒有 即使說EQE EQS 還有他們的SUV都是純電平台 它依然不會做這個東西 根據原廠的說法 他們是說賓士還是把電機相關的東西呢 都對在這個空間裡面 所以他們認為那裡面呢 如果你隨意開啟的話 會有一些安全疑慮 所以他們基本上不只是沒有前箱 甚至你在這個一般的操作按鈕上面 都沒有打開它的這個可能性 你要開都開不了 必須是要回原廠它才會開 這就是賓士它的一些原則吧 或者是 你講它缺點就是說這個是守舊 你講它優點就是說它沒有所堅持 這就看個人的認知了 另外呢我們在這個世代的賓士的MVUX裡面 我們還認為有一兩個缺點存在 首先是系統的部分 它在網路的方面呢 它確實是有4G的SIM卡 內建在這個車子裡面 不過呢 我們有聽到一個消息是說 它雖然可以做軟體更新 但是呢有些狀況 可能不是所有的更新都可以透過OTA 有些時候它可能需要回廠 回原廠去用 硬體連接的方式 或是什麼方式 幫它做更新 接下來有更詳細的訊息 我們會再來跟大家update 我在猜測 這可能跟它的頻寬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最近在測試 他們說的這個 杜比全景深的功能嗎 那它有提到說 想要使用這個杜比全景深的體驗的話 你必須要用內建的這個Apple Music 也就是線上音樂 然後選Apple Music 你看到它寫網路連線無法使用 這邊它說呢 如果你想要使用的話 你必須要用行動裝置開啟熱點 不能用它自己本身的4G的信號去連線嗎 我就覺得 變成說我們現在如果不用手機分享網路給它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 去做這個線上音樂 我們現在在EQS SUV上面 驗證賓士的一個概念 他們認為說 未來的車輛呢 其實會變成人們工作的一個空間 那因為我們做媒體的話 我們的工作本來就是到處可以跑來跑去 然後我在台北店 可以在很多地方工作 所以我們就測試了一下這個狀態 不過呢 開始之前我們就預想過一個問題 因為它這個車沒有露營模式 那我們之前也了解到說 如果你把車輛熄火的時候 按一下那個空調按鈕的話 它可以保持冷氣會吹 可是呢 車上的USB不會供電 那對我們要工作來說 這樣就不太OK 因為我可能需要幫我的筆電充電 幫我的手機充電 或者是幫相機充電 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剛剛測試是說 我停好車 進入P檔之後 安全帶也鬆開 然後就這樣 我都沒有離開 我不要開車門 我就是在駕駛座這邊 然後拿出電腦 設定到一個我喜歡的 座位的角度 我覺得這個 讓這個座椅退到這個後面啊 然後稍微斜一點 剛好讓電腦可以 潰在這個方向盤上面 所以用這個角度工作 我覺得是挺OK的 那在這個狀態下呢 我們已經持續了 將近30分鐘 目前看起來它 不會自己關掉 跟我們之前遇到的狀況不一樣 之前遇到的狀況是說 如果你 你就這樣停著 然後它可能 過一段時間之後 螢幕就會跳出來說 你這個 行駛狀態會就去 然後再大概 過個幾分鐘之後 它就會關掉 所以我發現重點是 不能開門 似乎是這樣 如果你一打開車門 它就覺得 你好像已經要下車 或什麼的 所以你在不開車門的情況下 就在這裡開始工作的話 是OK的 好的 我們今天試駕這台EQS SUV 450 它帳面上的數據 看起來其實還好 因為它的馬力大概是390匹 然後 0百加速是6秒 它就跟我們之前說的一樣 其實電動車 你不用看它 0百好像 6秒 好像慢慢的 之類的 那我們這樣一整路開下來 它這台車 空車重2800公斤 加上我 還有行李這樣 算2900公斤好了 這個重量 然後它今天一整天 我們這樣子開起來 它還是 油刃有餘 動力基本上都是隨傳隨到 開起來是很舒服的 以一台這麼大台的休旅車來說 這種體驗真的只有電動車能給你 我們今天測試了它的山路 然後 算是一個中長途的使用 以及它的各種空間上的這種靈活的變化 如果你有這種需求的話 可以考慮 那目前的話 是 標準售價是603萬 那我們這台車選配完之後 是637萬 興趣的可以 在我們的文章裡面 再去看一下相關的規格 那我個人還是相當建議 選擇白內裝 白內裝真的超好看 然後配上白車身的時候 整個 氣質 氣質破表了 它不會給你有這種 比較沉重的感覺 因為它一樣是AMG Line 所以它還是有 有一點動感 然後再加上白色的時候 整個 感覺是超級好的 然後尤其是我們這兩天 在拍它這個車內的這個 環景的 環倉氛圍燈的時候 我覺得白內裝 然後配上一些這種 漸層的燈光啊 不管是粉色或是紫色系的 整個看起來就好夢幻喔 太喜歡了 所以如果有買這台車 強烈推薦 買內裝 一樣是NAPA真皮 做起來的質感是相同的 看起來的感受不一樣 喜歡我們的影片 麻煩幫我們按個讚 訂閱一下我們科技新報 可以的話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他喜歡玩車 或者是他喜歡 車輛上的科技 或者是他在考慮購買電動車 都可以讓他知道一些最新的資訊 還有更多關於車輛科技的介紹 謝謝大家 我是Kobe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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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